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旅特在记者会上指出 俄乌战争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欧洲面临的最大规模的冲突 而中共挺俄的做法必定会影响其利益和信誉 旅特还强调 支持乌克兰是正确的选择 这也是对北约盟国自身安全的投资 因为一个独立民主的乌克兰 对于欧洲的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 而且支持乌克兰的代价远远低于让普京得逞的代价 在发言当中 旅特从自己一个荷兰人的角度 回忆了十年前马航MH-17航班被俄罗斯击落的惨剧 称乌克兰的冲突并不局限于前线 这样的悲剧绝不能重演 前任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在卸任前也曾一度的表达这一看法 中共对俄罗斯的经济 军事全方位的援助由来已久 据BBC美国之音综合报道 国际战略研究所经济制裁问题专家 马里亚沙基纳曾指出 中共没有公开向俄罗斯提供武器 但可能正在秘密的向俄罗斯出售 可用于军事目的的高科技产品 他说 有证据表明 中国是俄罗斯最大的半导体出口国 通常是通过香港和阿兰酋的空壳公司出口 一些中国公司也在利用军用和民用之间的灰色地带 给俄罗斯提供民用无人机 总部社在美国的先进防务研究中心也表示 中国公司可能会向俄罗斯提供用于防空导弹雷达的电子零件 美国还对一家中国公司实施了制裁 华盛顿指这家公司提供的卫星图像 支持在乌克兰作战的俄罗斯雇佣军 另外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了严厉的制裁 包括禁止进口石油和出口高科技产品 许多西方公司完全切断了和俄罗斯的联系 俄罗斯与美国英国和欧盟国家的贸易在2022年期间大幅度下滑 然而中国和俄罗斯的整体贸易额在2022年达到了创纪录的1900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30% 俄罗斯从中国的进口增长13%达到了760亿美元 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43%达到了1140亿美元 随着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在2022年暴跌 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莫斯科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到了2023年 中俄双边贸易额达到了创纪录的2400亿美元 中国成为了俄罗斯最大的商品供应国 美国情报机构今年4月份公布的一份评估报告显示 中共向俄罗斯出售的机床、微电子和其他技术大幅度增加 莫斯科则利用这些技术生产导弹、坦克、飞机和其他武器 用于对乌克兰的战争 北约前秘书长斯特尔滕贝格在今年的7月北约峰会上再次强调 北约已经将中共列为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的决定性推动者 并且由此对中俄结盟的行为予以严厉的谴责 彭博社周二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 全球最大的内存芯片和智能手机制造商三星电子公司 正在东南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裁员 这是其全球裁员数千人计划的一部分 消息一经曝光立即引发了各大媒体的广泛关注与讨论 这一裁员计划不仅涉及到员工的生计问题 更是揭示了当前全球经济及科技行业的动荡局势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表示 裁员可能会影响上述市场约10%的员工 每个子公司的裁员人数可能不同 这一知情人士表示 其他地区的海外子公司也计划裁员 甚至某些市场的裁员人数可能会达到10% 这位知情人士表示 在最新的举措当中 三星总的海外员工裁减数不会超过总数的10% 三星将继续保留制造业的岗位 但是同时会削减管理和支持岗位 根据三星公司最新的可持续发展报告 在海外拥有约14万7千名员工 但期26万7千800名员工总数的一半以上 不过该公司没有计划在本土市场裁员 一些海外子公司正在进行例行的劳动力调整 以提高运营效率 三星发言人说 公司没有为任何特定职位设立目标人数 受到关键市场销售业务受阻的影响 三星的股价今年迄近为止已经下跌超过20% 此外 三星在人工智能内存芯片领域 也落后于其竞争对手SK海力士 在为外部客户生产定制芯片方面 也没有获得与台湾半导体制造公司并驾齐驱的进展 目前三星的执行董事长是三星创始人的孙子李再荣 这位56岁的董事长在经历多年的法律纠纷之后 在2月份被判无罪 三星过去曾缩减过员工的规模 以应对内存芯片市场周期性 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三星最近在印度和拉丁美洲部分地区 裁减了约10%的职位 三星电子之所以选择在此时进行裁员 主要源自于几个方面的压力 一方面是全球经济增长乏力 科技产业的需求量显著下降 另外一方面 三星面临着来自竞争对手的激烈挑战 尤其是来自苹果和华为的压力 其核心的芯片业务在遭遇行业衰退之后 恢复速度缓慢 进一步地加大了公司的运营压力 在这一背景之下 三星所采取的人员调整策略 被其解释为日常性的运营优化 目的是为了提高企业的整体效率 虽然公司并没有为任何特定岗位 设立裁员的目标 但其背后的动机不言而喻 在成本压力和市场竞争的双重影响之下 节省成本成为了必要之策 在全球经济放缓的背景之下 科技行业受到的冲击尤为显著 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之后 许多科技企业面临着需求减少的尴尬局面 根据市场分析 科技产品的需求在多个地区均有所萎缩 这对以创新和技术为核心的企业来说 无疑是一场考验 根据三星公司2023年的可持续发展报告 该公司目前在全球拥有约2678万名员工 其中一半以上是在海外 如此庞大的员工规模 让企业在经济波动时显得更加的脆弱 调整也就显得格外的必要 三星公司全球裁员的消息 将对整个科技行业产生怎样的影响 从短期来看 这可能会导致业内人才的流动 其他科技公司也可能借此机会吸纳优质人才 从而形成新的竞争格局 但是长期来看 行业的灵活性和适应能力也将面临考验 如何在经济不确定性中保持发展和创新 将是所有企业需要思考的问题 此外 裁员也可能会引发职场文化的冲击 影响员工的士气和忠诚度 在这种环境之中 企业如何平衡优化与员工的关系 这将是管理层必须面对的挑战 瑞士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10月2号发布消息 联合国安理会将在美东时间2号上午10点 就中东问题举行紧急会议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 会议举办的位景是伊朗袭击以色列 以及伊朗对黎巴嫩南部边境地区的 珍珠党发起突起 瑞士代表团还表示 在公开会议之后 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将进行闭门磋商 据法广半岛电视台综合报道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0月1号凌晨宣布 其部队对黎巴嫩南部的珍珠党目标和基础设施 发动了有限局部和有针对性的地面突袭 以军称 突袭的目标是靠近边界的黎巴嫩村庄 珍珠党利用这些村庄对以色列北部社区构成直接的威胁 同一天 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近200枚导弹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 这是回应以色列对加沙和黎巴嫩的致命袭击 以及以色列对伊朗革命卫队 哈马斯和珍珠党高层领导人的暗杀 近日 据多家陆美的消息 杭州市的山葵家创意料理多家门店一夜之间暂停营业 此外 重庆 绍兴 西安 成都 福州等地的山葵家门店 也传出了关店的消息 据腾讯网10月1号的报道 杭州山葵家家里中心店打门紧闭 门口公告设备调试暂停营业 旁边门店的店员说 该店9月26号就没有开门 滨江宝龙三楼的山葵家也是关门的状态 店内没有亮灯 也没有工作人员 隔壁餐馆的工作人员说 这家店两天之前还开门的 下午突然就关了 挺突然的 我看他们生意还蛮不错的 不过听商场工作人员说 水电费大概蛮久没有交了 另一据城市新闻报道 9月27号 位于杭州湖滨银泰的山葵家创意料理门口 也贴了一张说明 因为设备调试需要 本店今日暂停营业一天 位于杭州市武林商圈的另外一家山葵创意料理 同样没有开门 门口也是写着店铺调整当中 旁边的店员表示 这家店9月25号就没有开过门 至于封面新闻的报道 成都唯一一家山葵家创意料理也出现了经营异常的情况 目前暂停营业 9月25号上午11点 门店已经到所谓营业时间 但是大众点评显示 这家门店处于暂停营业状态 记者致电门店了解具体情况 工作人员接听之后 确认门店已经暂停营业 因为设备问题正在维护当中 恢复营业时间不能够确定 根据公开资料 杭州山葵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总公司创立于2011年 下辖三家公司 现全国各地拥有直营门店40多家 旗下拥有山葵家 新九赞 华江南 小草葵 八赞等多个品牌 美团显示 山葵家数家门店歇业关闭 在大众点评上 山葵家多家门店状况 均处于暂停营业 或者是歇业关闭的状态 门店电话或无人接听 或已成为空号 据杭州交通91.8电台的报道 曾是山葵家西西 银泰城门店的一名厨师说 闭店来得太突然了 我们之前都没有听说这个消息 因为拖欠商场的租金 9月27号 商场管理方已经封了门店 目前领导通知我们员工们 自己出去找工作 这名厨师表示 拖欠我个人两个多月的工资 共计一万多元 我们店长也被拖欠了五个多月的工资 我们几百号员工需要说法 杭州总部已经人去镂空 另外还有供应商表示 自己被删回家拖欠的供应费高达百万元 拖欠供应费是近期才开始的 去杭州总部咨询 发现大门紧闭 一夜之间杭州所有的门店都关门了 在杭州深耕了这么多年的一个品牌 这个关店的速度令人难以置信 另外 山葵家餐饮官司不断 据每日经济新闻的报道 今年的9月11号 这家公司新增了一条开庭公告 暗游是房屋租赁合同的纠纷 被告为山葵家总公司和重庆分公司 目前还没有开庭 近日中国大陆一名女子因为发布视频 西安下雪了被警方认定为造谣 并且予以行政拘留处罚 此举再次引发了网友对中共言论审查的争议 7月30号 西安市公安局新城分局发布通报称 33岁的网民刘某在互联网散布西安下雪的虚假视频 扰乱公共视听造成恶劣影响 因此对刘某处以行政拘留 这条消息在X平台广为传播 还引起了大量网友对此吐槽 深得满清文字欲的真传 以前不谈政治可以谈天气 现在天气也不让说了 都给我像高压锅一样闷着 调侃一下就拘留 这里多少监狱关得过来呀 观看清听的也得瑟瑟发抖啊 6月飞雪涉嫌造谣 更有不少网友留言中调侃 中共在这一问题上是双标 中共撒了那么多谎 怎么就没见得被打击呢 乖乖 这发布全面脱贫的 不得判个三年五年的呀 造谣西安下雪就被刑拘 那么造谣母产三万斤的怎么办呢 如果你造谣你会被抓 如果你发现他们在造谣 那你也会被抓 从近期中共的公安官方通报来看 中共言论审查标准正在日益言科 9月18号 合肥地震 陈某在地震后发布视频 称一高层楼房疑似裂开 被肥东县公安局依法拘留五天 今年的7月27号 周某在某APP上发布 有关恒阳摩天轮相关的相似五张图片 并且配文说 咱也是第一批坐上的人 被警方以造谣理由进行行政处罚 网友批 现在不但是造谣违法 吹牛也违法 今年的9月份 上海德河寒通律师事务所律师杨卫华 在新浪财经发表署名文章 他表示 吹牛不犯法这句俗语 是有其合理性的 我国宪法保证百姓言论自由 这种言论自由 不仅表现为百姓可以实话实说 也表现为百姓可以吹吹牛皮 法律并不要求百姓张嘴说话之前 必须查证属实 不得有任何不实之词 这种要求等于是对百姓道路一幕彻底闭嘴 在这层意义上 我们甚至可以说 百姓是有受法律保护的吹牛犬的 这不仅关系到国家的法治 也关系到百姓的幸福 吹牛确实是有被诚信 但是一个连吹牛都被禁止的社会 百姓怎么开心生活呢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节目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也请您要记得点赞订阅 希望之声TV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